日本人敬业守时追求生活品质 日本企业管理严格 产品质量高 在各大信息平台上 日本以工匠精神而闻名 但现在已经日渐转化为工匠精神 就在前几天 朝日新闻报道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公开承认 从2020年初开始 国土交通省存在重复记账 错误统计建筑业数据长达8年 怎么操作呢 建设单位每月会将资金数额上报国交省 那些没有按时提交的单位 国交省会自作主张预估一个数据 逾期提交的数据 就会纳入下一个月的统计之中 早在2012年前任首相安倍晋三上任 日本国土省就采取了这种全新的统计方式 同时安倍经济学 声称可以挽救日本经济的颓势 为了使数据更好看 开始了重复的造假 2020年日本GDP达到了539.3万亿日元 然而这其中的水分不可估量 据统计 2020年约80万亿日元的 日本公共和私人建筑订单 都被重复着计算 即使这样 日本GDP相比2019年还下滑了4.6% 由此可见 真实下滑程度越能高一次 其实造假问题在日本已经很普遍了 从政府部门到私人集团都是以求之合 日本人在数据上作假 中国人早有体会 在2000年 日本产品质量高闻名全球 三峡大坝的饮水钢管的作用 相当于主动卖血管 需要承受110米高水流带来的压力 最终选择了日本钢板 但经过测试 样板并不达标 最终日本同意退货 今年5月 英国大批高铁停运 原因就在于 日本给机造的高铁车厢发现了裂缝 日历公司私自篡改了出厂的检查数据 2017年 日本有色金属巨头三菱集团 被告篡改产品技术参数 采购不合格产品的企业 包括航空航天 汽车制造 电子设备 机械设备 2013年 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三菱制造的世界最大货轮 MOL号 直接断裂两阶 全世界第一艘自行断裂的货轮 让人叹为观察 2017年 韩国一艘三菱制造的 26万吨矿砂船 断裂沉没 经过全面调查 才发现日本所造的巨轮 大部分船体内部都有威风 还有最为出名的 高田气囊杀人事情 2009年5月16日 美国女孩撞车 安全气囊展开后 她被弹出的金属片 瘟破了井东脉 而在此前 高田气囊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安全的气囊 日本作为曾经的制造大国 在面临着全球的竞争 不光是制造业 对于日本普通民众来说 日常生活中的知识 也在面临着造假 日本牛神户牛 被誉为日本三大合牛之一 据中新网2017年 10月25日报道 日本兵库县农鞋经营的餐厅 被报向顾客提供了 3200份弹马牛冒充的神户牛 累计获利高达了1000万日元 在12月19日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日本批发商把从中国进口的鰻鱼 伪造成日本艾芝县生产的鰻鱼 被曝光后 企业负责人鞠躬道歉 承认在5年前就开始造假 国卖行 日卖不行 我国鰻鱼质量上等 国卖开始崛起 神户直刚篡改数据 奥林巴斯财务造假20年 小林化工造假40年 500种药品中89%造假记录 要么就是产品测试检验数据造假 要么就是篡改产品数据 造假花样参姿不齐 没有什么是鞠个工解决不了的 如果有 就要再鞠一个 数据造假水进造势 鞠躬道歉知错不改 再顾几个评论家吹捧一下 说什么知错就改 勇于认错 敢于承担责任之类的 顺势洗白一波 这操作 怎么这么熟啊 客观来说 日本是一个法制规范 法律严格的国家 在日本的商业习惯中 造假的直接和连带成本 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 法律和舆论重压之下 责任人内疚自杀 企业一蹶不振 甚至走向倒闭的例子不少 但这些年来 日本金融业 制造业服务业 造假事故频发 甚至政府部门也参与其中 这背后更多的是经济原因 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 日本为了制造业大国 出口的势头十分迅猛 盈余过大 也造成了美日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美国一直致力于 使日元升值来抵消黑字 为刺激经济增长 日本央行多次下调利率 各大银行拼命放弹 于是在日本出现了炒房热 房价带动日本股市一路飙高 在1989年 泡沫经济出现漏洞 没有实业的支撑 大量企业倒闭 失业率迅速上升 导致自杀人数过万 历经过楼市泡沫破裂之后 日本经济一落千丈 自此GDP连年下跌 如今已被中国所超越 对于企业方面来说 日本几十年来的行业巨头地位被挑战 经营以及业绩的双重压力 不合格的产品重造 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以及人工成本 篡改数据以次充好 可以赚取巨大利润 于是造假从最开始的单一行业 向多个行业扩大 同时日本企业内部管理机制 和监督制度还不完善 相关管理人员在机制上 也弄虚作假 睁一只眼闭着眼 在2018年 日本神户钢铁被爆造假 铝铜产品的拉伸强度 和耐久性 长达十年以上的有组织造假 是经过了高层的默许 他们认为标准降低了 也不会影响出售以及使用 长期的隐瞒 就造成了此等局面 即连日本的政府部门 也越发容忍这些无良的企业 企图以虚假的数据产品 蒙混过关的行为 日本的政商勾结 钱权交易等愈演愈烈 为了套取政府政策补贴 商工组合中央金库 以篡改财务数据的方式 回归向不符合条件的企业 发放高达7000亿日元贷款 在前任首相安倍晋三 赏英会费用支出 佳济学员谋司令 种种行为也有所体现 工匠精神是精益求精 一丝不苟 而不是罔顾民众利益 以心谋私利 事发后的鞠躬道歉 造假事件的频发 在另一方面 也使全世界民众 更加理性地看待日本制造 不再盲目吹谷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 日本制造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高强